Hello, 各位, 大家好, 又到我們什麼糖水譜了 看不看有個角在這裡 小魔鬼歐錦棠, 小魔鬼阿堂又來了 不過今次我這個小魔鬼阿堂 就不是我做了一些頑皮事件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大家很久沒有去旅行了吧 是不是, 是不是很掛念旅行 我非常掛念旅行 沒有分享一下, 很久了 香港人很擅長搭飛機 一年搭幾次飛機, 到處去 搭飛機去玩, 去公幹, 都是很開心的事 你有沒有覺得, 去到別人的地方 過關吧, 過關吸引小事 第二, 過一個海關, 守行李那裡 大家身家清白, 老老實實 總是不知道為什麼, 即使是這樣 過海關的時候, 你總是心形著 你總是要扮乖仔, 站身直一點 直望, 不敢跟那個關員眼神接觸 沒有做壞事的, 沒有遺禁品的 都會是這樣的 認住嘛 因為很多這些新聞就是 不知道有沒有人放些遺禁品 到你的手提行李那裡 或者練衣服到你自己不知道 又或者你不知道, 帶了些什麼 你不應該帶進去的 你是不知道, 試過呀 有人不知道, 帶了香口膠, 進去新加坡 就試過呀 有人不知道, 在身上帶了一個蘋果 進去澳洲, 沒有, 就罰錢 罰幾皮呀, 大佬 這些你真是不知道的 入香隨俗, 你哪知道得那麼多 所以過關是很緊張的 過關真的很緊張 我記得有幾件事, 我過海關的時候是很害怕的 第一個真的令到我過海關會害怕的時候 就是八九年, 說回八九年 那時我是做航空公司的 去巴黎玩完, 接著回頭 那時那班機, 航道有一條叫北極線 那時真的飛北極上空 那時, 北極線 但是中途就停留在莫斯科 蘇聯未解體那時, 停留在莫斯科 我很開心, 為什麼 第一, 很難去蘇聯的那時 第二, 我很喜歡莫斯科的 我很喜歡他那種 和人很疏離, 但是很宏偉的建築 和他的地貌等等 我就是喜歡這種形態 不要緊, 那天就沒得去莫斯科玩 但是班機停下莫斯科也好 我都起碼知道莫斯科的機場 我去買些東西, 拿回銀子 我來過蘇聯了都叫做 班機到跑道的時候 不斷地廣播 一會兒所有的乘客 一定要下機到後機室等待 你們在後機室那裏 可以購物, 可以吃東西 可以去餐廳那裏 但是所有人都一定要下機 除了你現金, 隨身的錢之類 所有的行李, 你是不准帶出機 重複一次 所有的行李, 你是不准帶下機的 而且你的行李, 你要自己打開它 讓官員上來搜查 這麼嚴重的, 都要照做 你試試不做, 那裏蘇聯 我當時坐的位置, 我做航空公司 我當然選擇好位置給自己 我坐伸直了那些 很多Lake Room的位置 那裏我們叫做Bulk Head Seat 我們這樣叫做 求生門Exit的位置 選擇那個位置給自己 那開門就是那裏 那我站在那裏 第一個, 等開門 你不要那麼害怕, 我告訴你 一開門 我看到有一個, 高過我 那麼多, 很大隻 穿著長大套的軍套 蘇聯套, 真的 那支暴槍 不是AK47, 不過是一支暴槍 背在肩膀 一開門, 不是望向前面 他看著我 他一直說 我已經太空了 我知道我扮得來已經是空了 他不是空, 他是冷 那種冷是釘著你 直入你的心 你能看下去, 你是會寒的 十足十是誰呢 如果你看過 樂奇四, Rocky IV裡面 史丹龍打 即是樂奇打過蘇聯佬 他就是那隻樣子 哇, 骨頭很濃起 然後很長 眼睛是藍色, 很冷地看著你 他直到一下就看穿你 如果你怕的, 真是低頭 我那時候就和我媽去旅行 我媽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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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的樣子怎麼這麼黑色 你別管了, 我說是這樣的 蘇聯佬嘛 那就下機吧, 沒事 買東西吧, 當然是買魚絲帳 買蘇聯T-shirt 買完之後, 吃完東西 跟媽媽說, 差不多了 一個小時, 回上機 回上機 你又要檢查東西 經過他們的海關 不知道你戴了什麼為禁品 我便檢查 我一走過去, 差不多到我的時候 我一看, 我媽, 你先過去吧 我一走過去一看 咦, 那個海關的年輕人夠稱沒有 你知道, 外國人 外國人的樣子是大一點的 年輕人都覺得他大一點 但如果我覺得那個人是年輕人 那他真的是年輕人 我簡直覺得他夠稱沒有 做海關關員 不管了 然後他打我 我一個人 他又不講英文 一開聲又是年輕人的聲音 但是, 你有什麼東西 我便說, 沒有 然後過去 咦, 又摔 然後, 你的褲袋有什麼 我說, 壞 皮帶 除了皮帶給他 然後再說, 咦 然後想, 不用脫褲 是吧 那你還有什麼 我說, 壞 真的, 哎呀 一直都不知道 去巴黎玩了整個星期都不知道 原來褲袋裏面有個兩蚊 在那裡 港幣兩蚊 那我跳出來, 嘩嘩 兩蚊 他終於講英文了 Oh! The Queen 他懂得看 就是, 呂王你 然後看著我 他又不放行 又不叫我再走過去 就這樣看著我 後面一條大腿在排 因為我咦了幾次 後面那些人敢不敢 當然不敢 為什麼不敢 那裡是蘇聯 那裡 Oh!The Queen 這樣看著 接著我認識 嘩 Souvenir 他們就聽 Thank you 他就 帶了那兩蚊 然後走了 少少東西 算了 就算了 走移嘛 交流 那個海關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第二單 比這單更害怕的是 怕什麼呢 第一單 你都說被蘇聯佬 那個冷酷的面容嚇嚇你 第二單 我真的怕被人扣押 進去通櫃 就是 應該是2003年 差不多 我老婆去了英國讀書 讀了兩年 我有空閒的時間 我會過去探望她 她會有些 Term Break 會放假 在那個時間 最好 大家就可以去 英國以外的地方去旅行 在那裡搭飛機 去歐洲其他地方很便宜 那次我們去了奧地利 又去了捷克那些地方 玩了一個星期 走的時候 我們就在奧地利那裡 上飛機去英國再玩 試完那時候 就過了911 都不是太久的時間 全球所有機場的 航空的安全性 提升了很多 所以大家預留很多時間 早了去機場 過海關給他們 測行你 逐件和你測試 大家都要耐心點等 因為很多人在那裡 我記得 因為兩個人去歐洲 這麼近 玩了一個星期 所以 手提行李居多 一人一件 跟老婆拿來 我一件行李 沒所謂 她一個大的袋 我一個大的袋 拿來手提 過X光 過了一條袋 然後我走過去 打算拿的時候 聽見 又是一條年輕 這個年輕 夠稱 不過是年輕 說德文 跟他周圍的同事說 這個行李有些東西 心想 什麼呢 一看 我的行李 不是 死了 那個行李不是我 那個行李是我老婆 那我老婆在哪裡 我老婆過了 她沒有野手 我拿了兩個 看 有什麼呢 裡面會有什麼 然後過來 叫我去 不是 Yours 噢是 然後在那邊 插插插插 一插 切到的水果刀 刀鋒有這麼長 我心想你老美 怎麼會有把水果刀 在個行李上 我們去旅行 整個禮拜 是沒有用過這把水果刀 沒有切過水果 那你為什麼要戴水果刀 還要放在行李上 大佬我不是說過了 九一一一年左右 那你現在有把水果刀 你不知道 你拿把刀上機做什麼 那我打算 太領落 你遲 那是用不掉 是不是 那是你 那我老婆 那就是你的 一樣的 那怎樣 等解話 然後那個人就瞇著我 我認了是我的 那他瞇著我 然後 然後 叫上司 那是胡蘇佬 那胡蘇佬 那兒胡蘇佬 一拿著 一拿著不三港、一拿出來 一拿去檢 我打算 糟了 你怎麼用 你說 我忘了拿出來 沒有用了 這東西 等著入房 都是 就是誰不知那條鬍鬚人看一看 接著 聽到我剛才說什麼 我也是一樣的 我聽不到他說什麼 我不懂得文 我只聽了兩次 分別是兩次說Bruisley 什麼叫Bruisley Bruisley 為什麼呢 我穿著T恤是寫著Bruisley 接著有個圖案李小龍在起腳 然後寫著Bruisley李小龍 他就在那裏 Bruisley 接著發生什麼事 什麼 走啊 荒行 更荒謬的是什麼 知道嗎 那把刀來的 充公吧 充公不要緊 放回到桌子給我拿相機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我就一押看 他大致常說 他看著他 這傻人 穿著李小龍的衣服 這應該是功夫佬 功夫佬是帶兵器的 李小龍 大概是這樣意思 我只聽了兩次Bruisley 然後竟然放行 還給我帶了把刀上飛機 神經病 多謝龍哥 龍哥又救了我 第三個過海關 是一種 我又不覺得是什麼羞辱的 我覺得比較奇遇一些 都是幾年前 幾年前 我自己去日本那裏做事 去關西大阪那邊 我很記得 那就走吧 上飛機 你知道日本人守得很厲害 很有趣 很有趣 他找一支電子 掃雲我兩邊 沒有啊 皮帶都脫了 沒有東西給你 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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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女關 原來很細粒 很矮 很瘦 接著 沒有 然後他就戴了手套 他說 可以嗎 我也會跟他說日文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什麼 可以手伸不搜 這樣就 他們很有趣 你的手這樣 你的手 扭著 這邊 扭著 然後褲腳 然後叫我 把褲袋翻出來給你看 沒有 接著手手 接著來了 再問 可以 手空 那你就搜 我記得我穿T-shirt 那時候 這樣搜 通常這樣搜 這樣搜 剛才他的手 手和腳是這樣的 接著他胸 接著我 怎麼 接著 他又不是握 很用力地按 接著 接著 維持了多久呢 最少五秒 五秒不是一個短時間 他還是維持在胸 那裡 他又不送我肚腩 他只在胸 他的樣子 表情沒有變 然後 看完之後 就方向了 我有一種 蝕了底的感覺 如果他的樣子 跟三上小姐 差不多 我會很開心 他不是 但是 我蝕了底的感覺 就是當時 我應該跟他有些互動 如果再有一次機會 我一定會跟他有一種互動 什麼互動呢 他摸的時候 我可以有不同的反應 例如第一種 他是這樣摸我 我應該 然後 看看他 有什麼反應 是吧 第二個就是 第三回合 我看他有什麼反應 再不是第三回合 他兩隻手 一齊 這樣摸我 就給他一些聲音 看看他會不會熟悉 他會不會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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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角瑞 就給他 為什麼 那時候我想不到這些事 因為那時候人太緊張 我太老正 我不是魔鬼 我很老正 我個人很正經 我不知道大家 在過關的時候 有沒有這些 那麽荒謬 那麽好玩 怕死 之後他們又會很開心 記了一世的 這些經驗 有的 留言分享一下 大家笑餐飽也好 大家最緊要開心 不笑 難道哭嗎 還有 喜歡這一集的內容 給個讚 給個like我 和分享給這些朋友